太白镜天的天象历来都被认为是帝王的天难,人间焕王的天照。 在观看《太白镜天》《秦王嘉冕》系列视频之前, 我们转录了一段《遥史历史问天机、天象》作者的相关视频, 使观众能够了解一些太白镜天的天象与天机。 1865年3月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林肯发表完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说之后, 当地时间下午1点左右, 在大中午的万里晴空之中, 人们包括总统本人看到了金星闪亮, 这种天象在中国古代称为太白镜天。 太白镜天历来都认为是帝王的天难, 人间焕王的天照。 41天后,总统林肯遇刺身亡。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详细、最确切的天象文化记录了。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浮现出很多疑问。 金星在大白天都是看不到的, 怎么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看得到呢? 它的科学机制是什么呢? 太白镜天真在显示人间的幻王凶险吗? 太白镜天的天难怎么对应到美国去了? 以前讲的营获守心、五星连珠不都是只对应着中国的大事吗? 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太白镜天的天象记录, 真的像美国总统林肯遇害那么灵验吗? 史书上都叫太白镜天, 为什么你这里叫太白镜天? 其实,太白镜天是司马迁的叫法。 司马迁的天象学造诣并不高深, 所以他定的心力法才不准确, 才没有被汉武帝采用。 但是他这一错, 后世就都跟着错了。 就像前面我们在《姚氏历史问天机》第一卷中讲过的, 司马迁对论语中 子不与怪力乱神一句的错误解读, 误导了中华千年的神传文化。 司马迁的影响太大了, 我用慧眼通功能变息, 看到太白镜天是一种不准确的叫法。 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太白镜天, 一字之差,天机尽险。 因为历史上已经搞错了上千年了, 所以我们这里只好把太白镜天和太白镜天通用。 现在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探寻太白昼剑今天的天象真机了。 金星在中国古代又称为太白或太白金星, 金星的轨道在水星和地球之间, 离太阳的距离仅次于水星。 在地球上看金星, 金星总是相伴在太阳周围, 大约一年的一半时间, 每天早上它先于太阳升起, 民间又叫它起明星。 大约一年的另一半时间, 傍晚太阳落山, 天快黑的时候, 它又在西方天空出现, 又叫做长庚星, 不久它就追随太阳降落到西方的地平线之下。 而整个白天, 金星就在离太阳不远的地方运行, 因为太阳太亮了, 所以金星是看不到。 但是古代有很多太白昼剑今天的史料记录, 在正史中, 也确切地讲述了太白昼剑的天象学意义。 史记,天官书竹说, 太白昼剑今天, 强国弱, 小国强, 于主差。 就是说, 发生太白昼剑的天象, 强国要变弱, 弱国要变强, 女性君主将要崛起了。 这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应验, 就是唐朝的太白凌空, 武后称雄, 对应武则天渐渐取代唐朝称帝的那段历史。 那是一段预言在人间广泛流传, 人们在努力避免, 却一步步走进了预言命运的历史。 还有就是北宋初年的太白天力, 萧辽崛起, 对应大辽的萧太后, 带领大辽问鼎中原, 夺走中华正统帝国地位的精彩历史。 萧太后由此时北宋成了藩帮, 这是被上天承认的, 由天相为证的那段历史, 在前面的《迎获守心天相篇》中, 做了初步展示。 在《遥逝历史问天机丛书》的《天相卷》, 《迎获守心天则帝君》中, 我们做了详细讲述。 《汉书天文志》中说, 太白惊天,天下格,民更亡。 就是说,发生太白惊天的天象, 人间要更换帝王了。 这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应验, 就是唐朝的太白惊天秦王嘉冕。 在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之前, 太白一次昼剑,两次惊天, 就是金星在大中午时闪现了, 不但李世民亲眼看见了, 而且他的父皇李渊也知道了, 李世民的对头, 太子李建成和三弟李源吉也都看见了。 非但如此, 天相官向皇帝禀报, 太白惊天, 对应秦国的分野, 秦王李世民将有天下。 大惊之下的李渊, 彻底夺了李世民的兵权, 还亲自责难贪压。 而李建成, 李源吉射连环祭杀害秦王, 他们都要极力阻止上天玉岩的应验, 却一步步走进了玉岩的天王, 把李世民推上了皇位。 那段太白惊天下天象的历史, 奇迹叠出, 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但是已经尘封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 在正史中做了很多省略, 掩盖和尾事, 后人已经无法看清他的真实面貌了。 下面就请大家随着我慧眼通追视的历史真实的镜头, 走入那段精彩无限的真实历史吧。